可逢不死了 否则走 我便只好天下了 只手冠主猛地向前一倾 一道佛宗绝学无量 红大如海 直接将李漫漫和于莲震出一口鲜红 这冠主精通无量 寂灭 天启 无惧 四种武镜之上的神话境界 此刻李漫漫二人游四楼椅 生死不过冠主一念之间 你们两个谁先死 此时就见陈匹匹急迟而来 沐通跪在了冠主身前 祈求父亲可以饶恕师兄师姐 冠主看着自己不成器的儿子 心中一探 你如此沉入 有何资格选择立场 有何资格阻拦我 父亲 匹匹想试一试 哪怕 人让师兄师姐 休息片刻也好 陈匹匹自幼被称为道门天才 更是进入致命境界最年轻的修行者 此生唯一一次出手 便是曾一指击败致命以下无敌的王景月 而此刻 他竟为了疏愿 要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出手 甚至不惜 倘若失败 便回归道门 再无二行为条件 希望冠主给他一次机会 很好 那我就成全你 匹匹 师兄 如果书院真的会毁灭 不如给匹匹一次机会吧 不然 他这后半辈子该如何度过 就看陈匹匹对冠主拱手毅力 随后缓缓抬起右手 这是他第二次出手 也是最强一次 所使的 仍旧是冠主传授的天下西神旨 尽管对冠主毫无杀伤之力 可冠主此刻心中竟有些许欣慰 或是觉得 自己这不成才的儿子 真的长大了吧 我对夫子的敬佩 愈发深度 居然能交出你们这一对师兄妹 如果你们两个人是一个人 我的确不是你们的对手 冠主看着地上嚎啕大哭的儿子 心中终是起了一丝怜悯 自己来这都城本就不畏杀人 只是为了彻底损毁精神阵 如今看儿子苦苦哀求 索性如了祁愿 抬手一道青光念力事出 江里漫漫和鱼帘震伤倒地 随后消失在这无尽风雪中 既然这不上 就等着他被人拦下 那现在 而三师姐口中说的那个字 便是修复精神阵的关键 当日师父颜色与未光明决战青霞之巅 在一场精彩的烟花秀中同归于尽 颜色隐约看到 似有一字符文 日后可呼大唐平安 而宁缺苦思冥想多日 始终毫无思绪 浮躁之下随手打下一个叉 顿感脑海清明 此乃一字 寓意智力安定 又如同两道刀痕 禁止灌主通过长安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老师曾经看到的那个字 但是至少可以帮我们修复精神阵 此刻关主一定很想要找到你 大拜你 就知你修复精神阵 想得美 宁缺带着陌山山奔波于长安街头 如今要想修复精神阵只差最后一步 那便是斩去过往 斩去桑桑在这座城中留下的足迹 回忆固然美好 可如今自己身上肩负的 可是唐国数万百姓未来 伴随手起刀落 斩去无数回忆 每一每一字符地挥出 那经神阵上的裂缝 便会被修复一道 最后两人来到老比斋 这里是桑桑生活最久的地方 亦是两人回忆最多的地方 随着坡道挥出 心中皆是痛苦 本以为神阵终将修复 却不想一道声音从空中传来 可惜已经晚了 冠主还是找到了宁缺 守起佛宗无量 相见便已奋出胜负 徒子已经上天 唐国即将被终结 就算你有精神阵的加持 也守不住这座城 此刻在冠主心中 仍旧有一道疑问 这宁缺明知已守不住唐城 又何必在这城中白沸 宁缺说罢便奋力挥出一刀 本以为自己苦思冥想 七日得出的一字符 文如歌草般将冠主拦截 却不想冠主竟毫发无伤 我本以为自己找到了那个词 可惜现在才知道 还是没找到 小伙伴 小伙伴 有所多的使用 谢谢大家